提到金布區為理歡迎的議會檔下去 幾十位消防團體大動作抗議 因為不斷計劃的修法 基本就是多進步 還是規定犯罪庫跟共責拜託 定是對人民這位優勤的主要 犯罪這麼多 賴用刑罰 賴用把大家脫離政治區 嘗試排離這些手段的話 你是在跟所有弱勢團體為敵 如果只有保當是這樣來保當的話 我們絲毫完全無法肯定民進黨的作為 有時候玩法公社會的運動 教官手工的控制和抗壓中學黨路的行動 加在小雲行員 都不讓警察以行為的方法公務罪 以三法辦受到起訴還是判刑 小雲團體是批評 進黨倫體後 新政府還是堅持要保有這塊優勤的競庫 完全都沒有什麼檢討 行為讓人難用的經營 新政府上台 如果他在集有保障不能更進一步 甚至還是維持原本的這樣子的法律限制 甚至還要濫用行為來起訴 我們就可以說前兩年真的是白搞了 放心 如果民進黨為了方便統治 還要維持這樣子的統治方式的話 那我們大家還是會繼續走到街頭 這有法的修法已經開始當中學生 雖然小雲團體對修法來領 幾次為共同團來表達抗議 案國剛好是第二民黨管理標臺 支持緩讀関責庫正的條文 小雲團體是標示 會繼續來感動民進黨修法的動作 絕對沒問題 這有法又在辯罪時 進步打壓任命的降估 記者 創回任苦後載 改把報道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進黨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 我們會有直播之後呢 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錄影的試驗場 是在公共電視節目部的會議室 我們要來跟大家談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個話題 就是有關於集會遊行法的修法 那雖然我們看到立法院 目前是一個 呈現一種所謂的焦土戰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媒體也其實也會把整個焦點放在這裡 可是有實際 實際上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案議案 也在立法院一直停留在那邊 特別是集會遊行法 這個是當時在民進黨很多的立法委員 或是很多當時他們在反對黨的時候 其實一直覺得集會遊行法 應該要去修法的這樣的一種主張 不過現在看起來 這個民進黨所主張的集會遊行法 出現的版本 跟原來他們所聲稱的 或者是民間團體的期待 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副秘書長 施宜翔來跟我們談這樣的一個話題 翔你好 嗯 瓜老師你好 我想先請教就是說 集會遊行法其實在台灣也實施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為什麼這一次開始又有所謂有關於集會遊行法 修法的這樣的一種討論呢 OK 集遊法呢 其實它跟另外兩部法叫 就是人民團體法 還有國家安全法 對 項稱是那個過去衛權統治時期 控制或者是管制人民行動結社 或者是任何的抗爭 三部很重要的那個 潛制人民基本權利的這個法律 是對於任何的執政者都是非常管用的這些手段 那隨著民主化 然後公民社會的力量起來 然後非常多的公民團體都會非常希望 要透過一些大型的示威 然後組織人民的公民社團 然後上街遊行去爭取更多的那個基本權 就是要打開整個人民爭取權利的那個空間 所以集會遊行這個權利是非常重要 非常基本的一項權利 但是因為我們民主化之後 這個集會遊行法都一直沒有去處理 它還是帶有非常多管制的意味 我們如果有去參與非常多的那些街頭的抗爭 就會看到呢 警方其實就會 透過舉牌 首先它會部署 比現場集會遊行人數還要多的一個警力 然後呢 它會在現場就是不斷的收證 然後大概過了某些時間 現場指揮官就會舉牌 然後三次 然後會要求現場的群眾解散 它完全不管現場的群眾 可能就是一個和平集會的狀態 它還是要排除 那甚至呢排除之後 然後它就是結合法還有一條叫做守謀罪 就是說它甚至可以去認定誰是這個結合性的守謀 然後呢 然後事後的起訴它 然後讓這些抗爭者 他必須要面對後面的很多的法律的 這個守謀是由警方自己單方面認定的嗎 因為現場有收證 然後確實是單方認定 因為過去在熱身抗爭的運動 有一個很荒謬的現象 就是說警方他只認定某些熱身青年 對 比方說張XX 然後呢 但是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張XX他可能出國去禁修或什麼的 可是現場的指揮報是說張XX已經違反了 所以確實是警方單方面認定的 那其實到後來比如說411那個洪窮燕 在那個中正一路過中正一那事件呢 其實警方也某程度認定 那個86洪窮燕他是守謀 但是其實那整個路過事件 你要說誰是守謀 很難說 非常非常難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其實很多是從網路上面看到訊息 就直接去參與的嘛 沒有錯沒有錯 所以極有法的這個認定守謀有刑責 這個事情是非常的 非常的違反這些基本選擇價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幾次的這個集會遊行當中 這個極有法常常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去限制人民 或者甚至去所謂的逮捕這個警方認為守謀的這樣一種做法 所以其實這也跟為什麼會去修極有法 其實是有一些關聯性的 可不可以再請你告訴我們說 在過去的這些示威遊行或是抗議的經驗裡面 到底極有法的哪些法條事實上是最為人詬病的 或者說有哪些的這個行動其實常常因為極有法的衝突 而讓他的陳情沒有辦法好好的說 或者是讓這些人被被羅織入獄等等的這種狀況 極有法的幾個重大問題就是剛剛上天我們提到這個守謀罪 那這個後來其實民間然後國民黨他也認為那個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民進黨也認為 所以這個守謀罪大概已經 我有誠意大家都同意要廢除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過去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去參與集會遊行 要跟警要去報備 要七天以上 七天對七天以上 要去核准嗎 應該對 應該是核准 應該是申請核准 主管機關核准 那如果你沒有透過這個合法申請的方式 然後被主管機關許可 那你只要一到那個去參與集會遊行 你其實就已經被認定是違反集會遊行法 那警方他確實是依這個法 他可以任何時刻都可以把你強制驅逐 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從這一次的修法 我們也看到大家都同意 其實以及很多國家的這個經驗 其實這種事先申請許可的這個制度 基本上大家都認為是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同意要改成資源報備制 所以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朝野政黨都比較覺得是報備制 是比較可行的一個共識嗎 沒有錯 那剩下的大概就是說 這一次爭議最大的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那個禁制區的劃設 那禁制區的劃設當然就是 從執政者的角度 他會認為某一些機關 他附有一些國家安全 或者是他要維護整個那個機關的正常運作 所以他或者是說比如說這些大使館 他想要給予一些外交的那個理由 所以他希望也讓這些機構可以有一個一定距離的禁制區 然後防免這個集會遊行者 就是說去阻止那個機關的運作 或者是造成某一些公共危險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這次就是說民間跟執政黨立委之間的一個主要的交鋒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有提到的強制驅離 那現在呢 一個改變的一種說法叫做 針對個人行為的強制排除 那但是呢我們會認為呢 不管是強制驅離 還是針對行為人的這個強制排除 其實更關鍵的是說 這個法還是讓主管機關有一個現場最大的這個採用權 那我們擔心的是說 其實當這個現場的警方 他認為有某個行為人 已經逾越了和平集會 逾越了和平集會的這個狀態 或者是逾越了和平集會的這個行為 那警方會想要就有那個權責 可以去把這個行為人把它排除掉 那我們民間的主張是認為說呢 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其實現行的一些法律 其實就足夠來排除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了 根本不需要在一個 我們都已經把它稱為 集會遊行保障法 一個帶有一個 一個象徵著基本權力的落實的一個法律 所以裡面還帶著一個管制的這個法條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有一些是共識的 例如說剛剛談到的 是隨便本事要 這個事先的這種所謂的申請許可 那後來變成 是一種所謂的報備的方式 那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共識嗎 另外一個比較爭議的是說 第一個是說它的集會遊行的區域 這個區域是不是有一些限制 那有些地方可以這個集會遊行 有些地方不可以集會遊行 那待會我們再來談這個哪些地方可以 哪些地方不可以 他們之間的衝突跟差異是什麼 那第二就是說 在集會遊行在抗爭的這個當下 那這個抗爭的當下 他做了什麼樣的舉動 然後這個舉動是會被強制排除的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如果這個所謂的強制排除 而且是針對個人的這種狀況底下 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就是 我怎麼去認定這個人的行為是危險的呢 或是這個人的行為是有問題的呢 會不會我今天有覺得一個 你意圖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趕快把你給排除掉 或者是我可能看到在指揮車上面的人 他說了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你可能說的這句話 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你可能會去鼓動群眾做下一步 可能被認為更危險的動作 那我就直接把你從指揮車上面 把你拖下來 那這其實不是會造成更大的衝突跟混亂嗎 如果用這種方法 我們知道在集會遊行的現場 只要有一個人被排除之後 那個情緒是更激憤的不是嗎 沒有錯其實 這個也確實就是一直堅持要 在修法還要維持 經濟機會強制排除的這些 不管是委員還是官員 他們一個最大的一個預設 他們就是預設呢 任何的集會遊行 都有可能會有所謂的不理性 或者是愉悅所謂的和平狀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發生 那這樣子的預設是非常危險的 我還是要回過頭來去說呢 和平集會權它是一個基本人權 OK 那我們憲法有保障 甚至2009年的兩公約事情法裡面 有關公正公約的第21條 也是在講人人享有和平集會結社的權利 那基本權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要去遵守就是不歧視原則 也就是說呢 比如像華光社區這些非正規住區的居民 他們被認為是那個違戰監護 他們在爭取這個 居住權的時候 他們需要去集會去抗爭 去向各個部門去爭取他們的權利 或者是外國工人 比如說前一陣子海里斯工人 他們要跟跨國的一個公司 爭取他們的權利 所以他們就來台灣 然後去集會有些要去訴求就是說 他們要在韓國的這個公司 他們要繼續保有他們的這個工作權 那工人他也需要這個機會 意味著就是說任何人 你只要你的權利受到侵犯 你其實就是需要透過集會有行的手段 然後去爭取 所以和平集會權 它的重要性就在於 它是跟其他的經濟社會化權利 其他的所有權利 都會需要集會有行權的保障 來才能落實其他的權利 所以呢就是說 我們其實不應該歧視任何的人 到底有沒有集會解釋 意味著就是說 當堅持要劃禁制區的時候 意味著就是任何人 你只要進入到那個禁制區 然後警方其實是可以 不管你是不是一個和平集會的狀態 其實就可以把那個行為人驅離 那這個其實是帶有非常歧視性的 因為呢你禁制區一化設出來 你其實就是意味著 任何的集會結社的這些群眾 都有可能會是不理性的 不過在禁制區裡面 它的確會有一些不理性的行為嘛 就是你都很難去避免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如果你今天去認定某些人的行為 你就把它排除 它會不會引起更大的衝突 這個情況當然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整個集會遊行警方的角色 其實並不是在像一種 事先認定每個人都可能犯罪 都是犯罪者的情況去執法 警方應該是站在一個保障集會遊行的角度 然後盡可能的讓現場的每個人 可以好好的很方便的 甚至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去行使機會遊行 然後去爭取它的一些權利 甚至呢其實有好多的情況是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場合 然後不同的群眾 對 來到現場 而且甚至他們訴求都不同 不管是開發案的正方反方 或者是之前課綱案 學生跟民眾佔領教育部 可是對面就來了一些反對 非課綱的一些群眾 那雙方可能都是在 至少都是在一種和平的狀態下 那警方的角色是什麼 警方的角色當然要維護現場的秩序 甚至警方角色更應該要自我認定 是要想辦法讓雙方都可以好好的去暢所欲言 這句 除非雙方已經進入到一種 我覺得到叫囂都還是一個可接受的範圍 到涉及到刑事的那種暴力事件 警方這時候才應該站在一個公權力的角色 來排除這個狀態 但是那個排除也確實就是 基於已經有的這些現行法的依據 來排除當事人 而不應該是在集有法裡面放 強制排除的這個條款 然後來排除 因為真的有點非常像 因為其實有些保障法就是 好好的去規範警方的權力 可以施展到哪裡 以及警方的角色是什麼 那警方唯一的角色就是 讓現場群眾可以好好的集會遊戲 也就是說這個才是一種所謂的真正的保障 而不是在法規當中去設計了一些 可能排除的原因 但是這個設計了這些排除的原因 或是設計這些排除的做法 它有時候反而是造成更大的衝突 我們先休息一下 看一下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要來跟大家談 有關於這個禁制區的部分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這種生意 至少在民進黨的立委 在過去在在野的時候 其實是反對禁制區的設置 那當然即使有的話 那個範圍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誇張 這麼大 那目前這個禁制區的範圍 到底有多麼的誇張多麼的大 那它對集會遊行是一種妨礙 還是一種保障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看一下我們這個禮拜的大圓仔報新聞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圓仔報新聞 7月26日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預計審查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其中 國營事業預算有高達13.5億的核四封存預算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當天在立法院大門前要求 核四直接廢除不需封存 希望立院各黨團遵從民意刪除核四封存預算 環保團體質疑 行政院長林全曾經明確表示 核四目前沒有任何重啟計畫 蔡英文政府也提出2025非核家園政策 為什麼今年還要花費13億來封存核四 立委黃國昌出面回應表示 實在力量黨團已經提案 將封存經費完全刪除 環保團體出身的民進黨立委陳曼利則表示 它與環保團體的立場一致 封存預算一定會刪除 但要刪除多少人需再溝通 民進黨2025非核家園的理念不會改變 7月25日下午環保署召開男星計畫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的相關會議 受計畫影響的高雄大林普和鳳鼻頭居民 早上在行政院門口抗議 大聲呼喊把男星回到健康門口號 要求撤銷下午的會議 這次會議因為開發廠商台灣港務公司 提出的完工證明 與當地里長認知不同 居民對男星計畫二起規劃 仍有許多疑慮 會議主席李玉民要求廠商 將資料被圖在另外安排會議日期 從十大建設啟動以來 高雄大林普和鳳鼻頭居民的生活 被工廠包圍 三面都是煙囪 目前僅存一絲乾淨空氣的西南邊 也將被男星計畫開發案阻隔 大林普鳳森里里長陳信雄要求政府 不要讓大林普變成孤島 希望留一個出口讓他們喘氣 歡迎回到災難時光惠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剛剛在上一段的大原載報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了在高雄的這個大林普這個地方 這個男星計畫 這個大林普其實如果你有去看 或是在網路上有些公拍屯都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這四周幾乎都已經是布滿的煙囪 包括有些石化產業或是像鋼鐵業等等 所以在假設這個高雄市政府 再把這個男星計畫做在那邊的話 其實它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慘的狀況 就是當地已經是幾乎要被煙囪這個所謂的包圍起來了 可是如果這個男星計畫在蓋的話 它有可能是把這個島 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一個工業的孤島 然後整個的這個所謂的範圍呢 全部都是煙囪你很難想像 而且這些工業區的這種排放 很多的研究有發現 在這個地方的這個所謂的相關的污染的物質 或是身體的這個狀況都比很多地方 台灣其他地方都還要查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問題 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空氣是會隨著這個風去飄散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設的一個煙囪 其實不是只有在這個地方會受到傷害 可能包括附近的人 或是隨著風吹的這個區域 都會遇到一些影響 今天回到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要跟大家談的是集會遊行法 或是集會遊行保障法 跟我們大家一起來聊天的是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副秘書長施易祥 易祥你好 我們剛剛上面有談到 所謂的一種強制排除 其實剛剛談到這個強制排除 其實充滿了一些假設 並且其實在這個排除的過程當中 恐怕都還會造成更大的這個衝突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禁制區 那我們知道在集會遊行的時候 其實有些地方是大家都會去的 例如說行政院前面 或者是立法院前面 或甚至大家更希望去總統府前面 那可是我們知道總統府其實是 有一段區域是幾乎無法對不對 所以目前就公園路那一帶 他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都已經被限制出來 那過去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他其實是反對禁制區的設立 那現在他為什麼要強調這個禁制區 必須設立 而且看起來好像是比原來的 國民黨版本或是在過去的 集會遊行法裡面的 禁制區的範圍是更大 到底有哪些是新增的部分 OK 就我們所知還包括 剛剛沒有提到的醫療院所 還有法院 那這些都是就是說 後來才增加進去的一些區域 OK 那所以他們的主張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大的改變 我想過去民進黨是在野政黨 那在野政黨當然就是在很多的訴求上 都會跟著民間的這個進步的論述 來一致的主張 然後再針對執政黨 因為集遊法其實對任何的政府 都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工具 那現在民進黨已經順利的執政 那他們可能看到就是說 畢竟他們自己是執政的政府 所以他們也會有在某一些重要的機關 要設立這個禁制區 作為他們一個維持政權的穩固 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那所以除了醫療院所是新增加的 那在既有的範圍當中有一些改變嗎 既有的範圍就是說 當然我們民間的主張是完全不要禁制區的 可是在這一波的修法裡面呢 就是說好幾次的那個溝通討論 就是從因為每個機關的這個禁制區 都不太一樣 都不太一樣 對那但是至少呢就是說 目前一個幾位主要在推這個法的委員 跟行政機關之間就是的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是讓那個禁制區的話 是就是盡可能的縮小那個範圍 可是還是維持禁制區存在的這樣子的一個版本 維持禁制區的存在有什麼不好嗎 我的意思是說 在集會遊行的時候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去表達意見 可是他對於所謂的官署而言 或者對於警方而言 他們可能還是要保護到官署的安全 因為畢竟他們可能要 這個不能夠隨便讓大家闖進去嘛 對不對 或者說當然從一個群眾的角度 一下佔領立法院 一下佔領行政院 或者衝進教育部 其實說實在來 從掏零得福的話就是很爽嘛對不對 那可是其實在一個實際上面工作當中 我實際運作上面 如果這些東西常常發生的這些佔領 那如果沒有這禁制區的保護 會不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正常的運作 我想從這個角度 他當然就是劃設禁制區就是會希望呢 至少先將集會遊行的群眾 排除在禁制區之外 然後他們或許可以有一個緩衝的一個時間 或區域可以讓他們派駐一些 維安的人員進來這樣 那但是我們會認為就是說 其實還是要回到集會遊行的本質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思考就是說 一旦劃設禁制區 你其實就有意的要排除所有的集會遊行 你也不管集會遊行的狀態是不是和平的 今天就是說如果群眾他其實要去訴求一件事情 那就算他在禁制區裡面 他其實並沒有危害任何的 他是一個和平一個訴求一個靜坐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我們就不讓這些 讓群眾就是好好的在那邊訴求他們的權利 一定要劃設一個就是說一個所謂的安全距離 然後讓這個執政者有一個裁量的空間 然後來派出集會遊行的這些群眾 那不設禁制區的意思是他想要去哪裡抗議 就去哪裡抗議嗎 當然不會因為 集會遊行保障法裡面就是說 就是說 是一個戶外的公開在那個戶外的一個公共場所的一個集會遊行 他在這個範圍裡面去保障這個集會遊行的權利 所以其實只要是戶外 在依照你們的這個主張 只要是戶外的公開的場合 他都是可以自由的去參加 這樣是和平的狀態 和平然後他也不需要做任何的申請 那會不會出現 那你突然間跑到那邊去集會遊行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 那結果引起了交通的大亂 這個就可以是會回憶到之前這個ETC的國道收費員 他們有一次的抗爭強度就是在 其實就在公視的附近的高速公路 然後佔領的那個ETC的這個架子 然後而且是在一個交通繁忙的時候 然後他們爭取那個所有國道收費員的這個訴求 那這個其實就是集會遊行的一個本質 他其實就是要去面對一個權利被侵害的狀態 他要透過這一種阻礙交通的方式 然後來引起這個執政者或者是相關單位的重視 然後他們透過這種手段來訴求 那其實這個情況在國外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比方說很多的那個罷工可能就是 我們知道有一些國家的那個司機 他就故意在高速公路開得很慢 然後讓那個交通收到組 就用代訴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其實我們就是應該要 這樣的情況其實就是集會遊行保障法 要保障的一種象徵性的言論 其實ETC的事件後來我印象中那個檢察官 後來是以不起訴處分的 因為他檢察官有看到這些工人 他們並不是故意要阻礙交通 他們其實是透過這一種不得已的手段 他們已經窮盡了各種的救急管道 可是還是無法解決他們面臨的一個困境 所以他們只能選擇這種方式來訴求 而檢察官認為這個是一種象徵性的言論 是一種集會遊行的範圍 所以就不起訴處分 我想要非常肯定這樣子一個不清楚處分 而把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放到這個 這次的集會遊行保障法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經濟的劃設 還是像這種交通事件的排除 其實就是要重視到這個 我們要保障的是這一些象徵性的言論 這邊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還蠻有趣的隱藏的假設 這個假設是說 不管是從過去的版本也好 或者是從這個民進黨的現在的版本也好 都會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集會遊行是一種和平理性的 而且絕大多數也都是一種和平理性 然後呢其實不只是和平理性 會覺得說集會遊行應該是有禮貌的 例如說他不應該去該遇到別人的生活 或者是不應該去影響到官署的正常的作業 但是有時候說實在的 就是一些人民的憤怒 或者是有些的議題 他如果都是在一個被劃分的區域裡面 去做表達 事實上執政者或者是一般的民眾 恐怕也沒有辦法太去注意 那或者說執政者恐怕也不會有任何的感覺 那其實過去有很多次的這種所謂的集會 有些比如說早期的官場功能的卧軌 他們其實也就是去破壞了原來的這個所謂的交通秩序 使得我們的政府 他開始覺得說哇 這個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才會去 例如說用代位求償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不用這種方法 不代表工人或是不代表抗議者 他不會去跳脫這個範圍 那但是有時候你就變成是說這些東西 似乎是多做了 你反而存在了太多的假設 或是太多的這個預設 就覺得他一定會這樣 可是也忽略了這種在現實實物上面 必須要去攪亂某種秩序的這種重要性 但是雖然是如此 恐怕有一個東西也會有一些爭議 例如說在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的新的版本當中 有一個叫醫療機構 醫療機構作為一種靜置的範圍 我想這大概是出於一種 對於所謂的患者對於病人的一種保障 要不然你在醫療機構前面吵吵鬧鬧的 那特別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在這個台大醫院在人人路那邊 基本上來講他有醫療機構 可是他又是常常的 有很多人會去示威抗議遊行的 這個必經的路段 那這個會有一些衝突嗎 或者說難道這些病人的權益 不應該受到保障嗎 我想就是說我們幾乎很難看到 任何的這個機會遊行 會故意要去比如說阻止救護車的行徑 或者是阻止病患進入救醫 其實反而在就是說318佔領國會期間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醫療通道 群眾就自發性的去設了這個醫療通道 其實任何的有進步價值的這些機會遊行 其實往往他面對的是那些侵害權利的 這些國家機器 他們去機會遊行不太可能會要去 我們很難想像有任何機會遊行是故意要去 阻止其他人救醫的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人數太多了 他就很自然就會擋住了 或者是你的聲響太大了 而干擾到別人的這種住院上面的臨近 是 其實我好幾次參與 就是經過台大醫院的這個那個機會遊行 然後其實很多的那個指揮車 或者是這些組織者 他們在經過比如說兒童醫院或台大醫院 其實都會很自律的就是說 把他們的音量降低 然後甚至如果有 像我們說的就是有救護車經過 他們就群眾就會自發性的 就是讓那個救護車刑警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的那個 把那個醫療機構寫入那個精緻區裡面 剛好就是那個有一個 NGO叫醫療盟 他們就寫了一個投書 就非常有趣 他說如果我們畫在 集會遊行保障法的禁制區 放入醫療機構 那任何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那個 這個診所 小診所它也是醫療機構 那他們的周圍也要畫設這個禁制區 所以一旦把這個修進去之後 我們的禁制區的範圍就會忽然的增加了非常多倍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非常荒謬的一個情況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就是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還是希望叫做 集會遊行保障法 雖然聽起來對於所謂人民的保障的這個部分 其實並不是太足夠 反而是一種一種限制 那就民間團體來說希望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完全不需要禁制區 然後完全不用報備 然後把集會遊行當作是一種 一般的基本的權利嗎 還是覺得還是有一些限制是必要的 我想這一次 剛剛我們這兩段提到的禁制區 跟這個強制排除的部分 我們當然還是會堅持民進黨 就是民進的立場就是希望要完全的廢除 理由就是強制排除的那個條文 其實用其他現行的法律就可以處理 所以完全不必要在這個法去再多琢磨 那禁制區的劃設當然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回到和平集會遊行的本質 人民就是要去訴求 那你劃設禁制區一方面 你就是在預設所有的人都會 都是不理性都會犯罪 那以及你不會去管說 集會遊行的狀態是不是和平的 你一旦禁制區就是要排除 其實就是嚴重的 違背的這個基本權的這個精神 那再另外就是我們會認為 還有一些需要去處理的可能就是 我們都知道現場執行的警方 其實有非常大的權限 他們就算不用集會遊行法 他們還有更多 其他法律就可以去處理 更多的手段去處理 從黃光五人案 然後王忠明的這個 黃光案跟護術案 都可以看到警方在實務上 已經很少用集會遊行法 他們往往就是用妨礙公務罪 用強制罪或者是公共危險罪 來對付抗爭者 所以實務上警方 其實有非常大的一個權力 那就這個角度 我們會認為極有保障法 可能還要更多考慮的是說 他有沒有一個救責的機制 因為過去在民主化前後 我們都看到警方是如何 用一種非常粗暴的方式 在對待這些機會 可是呢 到底有哪些施暴的警察 哪一些濫用權力的警察被追究責任 這個是幾乎很少見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既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已經大家同意要修一個 集會遊行保障法 他就讓他完全的去管制吧 讓他就是一個 一個象徵 台灣已經二次政黨輪替 然後我們就是要把街頭還給人民 真正的還給人民 那進一步的我們要去處理 法案要去處理的是 如何對這些員警 進行一些人權教育 然後改革警方執法的方式 然後如果有侵害人民權利的 你如何追究這些警察 這才是 這才是 我覺得在集會遊行權這個議題 我們要把焦點放在那邊 而不是在一個 一個集有法的 集有保障法的這兩條去 做很多的攻防 我想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種觀點 除了一份現有的法律當中 其實已經有一些這種所謂的規範 這會不會集會有些法式跌床嫁屋 或者是去更強化了這個官方 跟警方的權力 妨礙了這個民主自由的 這種意見的表達 另外一部分剛剛談到也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切入點是說 那警方如果執法不當的時候 執法過當的時候 那該怎麼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也就是另外一種 所謂轉型正義 他必須要去考量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非常謝謝逸祥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逸祥做其他相關的討論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忘記要相信 生命的動力 誓願自謀 萬千總 publish 我們下個兒子 哪孫節 可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